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在进行伤势诊断 伤行结果将第一时间公布 微博全文如下 在今月凌晨进行的欧洲国家联赛中 以色列队阵阿尔巴尼亚 这是扎哈维重回国家队的第一战 在上半场比赛中 扎哈维表现活远 多次制造出危险进攻 然而下半场比赛进行到两分钟时 扎哈维不幸拉伤而被替换下场 目前伤势在进一步诊断中 俱乐部将实施跟进扎哈维的伤势情况 提供需要的帮助 有了确切的消息 福利群也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广大球迷朋友 伤病对于球员来说总是难以避免的 在此俱乐部祝愿扎哈维能够平安无事 早日康复 在2017年9月区域在欧洲区以色列主场临到伊布迪马其顿过后 由于主场球迷频频爆发嘘声一片 扎哈维犯怒地扔掉了队长秀标 并在遭运足协处罚后发表声明退出国家队 在今年8月底 以色列足协通过官方社交平台 正式宣布扎哈维回归 扎哈维自加盲福利以来 一直扮演着福利王牌杀手的角色 在2017赛季拥夺中超尖缺 本赛季扎哈维联赛也攻入了17个顶球 仅次于攻入19球排名 守守党防守的无类